大家好,我是梓莉 现在是年底到了为明年的种子做准备的时候了 今年初我做了关于是否留种,哪里买种子的视频 接下来呢,我准备给大家谈谈买什么种子 我想把我亲手种植过感到满意 并且被很多菜友认可的品种推荐给大家 今天的视频,我先向大家介绍True Leaf Market的种子 如果你正准备从那里买种子,可以有一定的参考 一,鱼芯优胜友伦丝瓜 大部分友伦丝瓜好吃,但是接瓜比较晚,容易老 优胜丝瓜比较早熟,产量高,口味清甜 个头大,不容易老 种子的大包装比较贵,小包装不到4美元一包 里面大概有十几粒种子,种子的外壳坚硬,不太容易发芽 但是今年我尝试用裸胚,成功率非常高 二,Organ giant snow peas,大雪豆 这是一种豆苗和豆莢都很好吃的雪豆品种 如果买大包装,每一磅的价格可以降低到3美元以下 如果你有很多种子,可以试试冬天在家里用土培的方法 玉芽苗菜,两周以后就可以有收获 注意这种大的豆子,如果水培容易烂,要用土培的方法 三,Speckled pea,麻豌豆 这是一种最常用的,玉豌豆芽苗菜的品种 出芽快,七天到十天左右就可以有收获 水培,土培都可以 我之前有不少视频,就是用麻豌豆做对比实验的 四,Bloomsdale Long Standing Spinach,菠菜 这种菠菜,叶片肥大,耐寒耐热性都不错 口感好,不涩 菠菜是大量消耗种子的蔬菜品种 花13美元就可以买上一磅 春秋季节分批撒种子,就有源源不断吃不完的菠菜了 我也尝试了一些杂交品种的菠菜,长得挺好的 但是因为价格贵,我这里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五,Winsor蚕豆,Farmer Beans 种蚕豆可以从超市买来蚕豆做种子 碰到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不错 从Tulip Market买来的这个品种发芽率高 每个豆霞接的蚕豆数量也多 如果你喜欢种蚕豆,可以试试这个品种 蚕豆的耐寒性好,早春就可以开始播种了 也有人喜欢吃豆苗 但是我觉得蚕豆苗虽然肥大,口感不如豌豆苗 六,茄子,Fairytale 朋友推荐的这种茄子接近行茄的口感 我今年种了一棵,接了不少茄子 还送给老外朋友尝了 他们一看就说这是好品种 如果你喜欢软糯形的茄子 又想用小地方或者小花盆 种出一串串的茄子来 可以试试这种童话故事的茄子 七,Carmel Eggplant 这是不少菜有推荐的品种 北方的菜有大多喜欢圆茄 南方的喜欢长茄 这种圆茄产量高,口感好 我今年买了种子准备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比我一直喜欢的黑霸圆茄 更加值得种 八,羽衣甘蓝 Red Russian Kale 羽衣甘蓝是最有营养 也是最耐寒的蔬菜 这几年很多菜有喜欢的德国芥兰 也是羽衣甘蓝的一种 我每年都在秋天种一些俄国羽衣甘蓝过冬 第二年春天可以收到很好吃的菜苔 我从Trulip Market买的种子 是用来育芽苗菜的 很多育芽苗菜的品种都是可以种成大棵的 种出来的两个品种 一种是宽叶的 一种是锯齿形的 吃菜苔都应该不错 九,上海青 这种小白菜是矮角形的 播种三到四周后 可以开始建苗吃鸡毛菜 我七月份播种了到九月份就发现开始有抽苔 令人惊喜的是这个品种会从侧边长出很多小的青菜 这样秋冬季节就一直可以有带菜苔的小青菜吃了 一直栽一直长 单位面积的产量真不错 十,紫青菜 Purple Magic 这是一种颜色最紫的青菜 在比较冷凉的春秋季开始种植 肥水跟上会长得很好 颜色也会更紫 满满的花青素 我在自动吸水花盆里种的这种紫青菜 长得非常棒 十一,护子瓜 Gourd 这种护子瓜产量很高 很多人觉得矮的护子瓜比长得更加值得种 护子瓜要趁新鲜的时候采摘和食用 老了就不好吃了 所以种上一颗或者几个人买一包种子就够了 十二,Beans 油风王长江豆 比较像我们这里很多菜有喜欢的Amy长江豆 产量高 口感好 这是一种晚熟型的品种 可以计划好和其他早熟品种一起种 错开高峰期 在加拿大的朋友可以从海太直接购买种子 更加价良物美 因为是传家宝品种 喜欢继续种植的朋友 可以自己留种 True Leaf Market那里有不少好的品种 我在这里只推荐我觉得值得尝试的品种 相信以后还有更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在评论期留言分享 感谢你们的关注 祝大家新的一年收获满满的